提到保险柜,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如今家家户户都有些贵重物品,总要找个稳妥的地方放置起来,有人用来储存现金,有人往里放金首饰,还有些浪漫主义会把结婚证放里面,大家都觉得保险柜就是家里最安全、最保险的地方,但在上海有这么一户人家,他家的保险柜出现了离奇的吞金现象, 无论往里放多少钱,总会变少,即使安装了监控,保险箱里的钱还是会少,而他们也依旧发现不了任何情况,难道真是保险柜成了金,家里闹鬼了? 揭秘案件,动线真相,每一案都是社会的缩影,欢迎小七七文馆,2021年夏天,上海街头如烈焰之烤,拥挤的弄堂里,街坊们都摇着蒲山的凉,比天气更炎热,焦躁的是谢女士的心。 她捧着家里的保险箱反反复复检查,她怎么都想不通,明明自己就把钱放在里面了,怎么会变少呢? 还一下少了三千块,谢女士和丈夫在当地做鸡蛋批发的生意,虽然现在手机支付很方便,但做生意流水往来频繁,总难免要和现金打交道,来来回回跑,ATM不方便。 谢女士去买了个保险箱放在家里,有小数额的现金就会直接往保险柜里放,为了安全考虑,谢女士特意挑选了双重保险的保险柜,既要密码又要钥匙。 而要是只有自己和丈夫一人一把,她觉得实在是没有被偷窃的可能性,和这一天她照例去给供货商结货款,白天把现金交给对方,下午供货商就打来了电话,说货款不对,少了三千块,因为谢女士是熟人,之前也没出现过少钱的情况,供货商以为她只是输错钱了,并没有直接指责她赖账,打电话来提醒她补上,谢女士也以为是供货商输错了。 结货款一共五万八千元,是前一天她去银行自己取的,取出来还和丈夫数了一遍,确定没有问题之后就锁进了保险箱,然后今早全部取出,直接拿给了供货商,都没有经过第四个人的手,只是从银行取回来,在家里转手过了一遍,怎么又少了三千块,之所以说,呦,是因为这不是家里的现金第一次出问题了。 早在前几个星期,谢女士就发现保险柜里的钱似乎少了几百块,但都是三头二百,数量不大,她就没当回事。 家里要是夫妻俩一人一把,丈夫每天在外面跑生意,总免不了要抽烟喝酒给车加油,哪样不得花钱? 谢女士也没特意去问丈夫一生,反正都是一家人,拿几百块花就花了吧,连着好几次,她点钱的时候都觉得少了几百块,但完全没有引起警惕,直到这次一下少了三千。 谢女士心里不高兴了,晚上丈夫回到家,谢女士和她吵了一架,认为她就算要拿钱,也应该和自己说一声,不然被供货商误会,之后还怎么做生意? 丈夫哭笑不得,自己什么时候拿过钱? 谢女士看丈夫不承认,顿时以为她是拿着钱出去潇洒快活,说她不重视自己,也不重视这个家庭。 丈夫压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见妻子不依不饶,她也很窝火,自己怎么也是一家之主,真拿钱还用得着不承认吗? 区区三千块有什么好藏着掖着的,夫妻俩不欢而散。 谁也不搭理谁,还是婆婆来劝了半天,但这不翼而非的三千块依然不见踪影。 这之后谢女士留了心眼,每次往保险柜里放钱都会专门拍视频,将每张钱的罐号记录下来。 她准备等丈夫再说谎,就直接把证据甩到她脸上。 没想到这之后,家里的保险柜依然屡次出现吞金事件,有时是三百二百,有时是八百一千,数额都不太大,但总是找不到原因,谢女士不明白。 这个保险箱明明只有两把钥匙,还有另一重密码,就算真的是小偷,也应该留下撬索痕迹吧。 再说,每次都至少几百块,目的也不像是为了偷钱。 她和丈夫商量,两人都觉得这种作风不像是特意来偷窃的专业小偷,倒像是家贼。 家里除了夫妻俩,还有常住在一起的婆婆。 有时谢女士娘家人也会上门来看看,一时间说不好到底是谁,一家人不好撕破脸。 丈夫提议安个摄像头一看究竟,但保险柜就放在夫妻俩卧室里。 谢女士觉得在夫妻休息的地方,装个监控很不舒服。 于是,他们把监控安在门口,他们还特意告诉邻居,自己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为了看看有没有外人来做贼。 让夫妻俩感到崩溃的是,监控安装完,现今不翼而非的现象依然发生着,依然不多不少,每次丢个几百块几千块。 他们俩从监控根本也找不到一点。 家里的老人甚至坐在大门口盯着外人,但别说小偷了,连个陌生人都没见过。 只有对面邻居和老人打了个招呼就回去了。 谢女士一度怀疑家里是撞见鬼了,是有灵异事件,不敢再用保险柜放东西。 这一天,谢女士再次从供应商处回家,手里拿着结算的七万元现金,想着自己下楼吃个饭,就回来把钱存到银行去。 觉得不会有什么事,就先把钱放进了保险柜,没想到就真的是吃个饭的功夫。 他才打开保险柜,发现里面就只剩六万块了。 一万块钱凭空消失,谢女士立刻调监控看,结果发现这段时间的监控完全没有画面。 他越想越不安,拿着丈夫来到派出所报警,警察听完谢女士的描述,认为这是一桩盗窃案,在确定保险柜没有任何被撬动的痕迹后, 他们首先对谢女士家的监控进行逐针查看,监控画面里并没有什么可疑对象。 但民警们发现了另外的疑点,谢女士描述的现今丢失的时间段,监控里的时间总是对不上后,会少一段。 此次如此,民警敏锐感觉到,这应该是一次有预谋的盗窃。 但他们也想不通对方为什么会选择这种少量多次的作案方法,不怕被发现吗? 在经过进一步观察,民警发现,每当监控画面出现丢失的情况之前,画面里就会出现同一个身影。 谢女士一眼认出,这个身影就是她的邻居,名叫小周。 她为什么会如此巧合出现在这个时间段? 难道是她偷的,没有直接证据。 警方也不能直接确定小周就是嫌疑人,他们叮嘱谢女士先不要声张,回家再将新的监控探头,悄悄安装到卧室里,然后故意出门,露出破绽。 谢女士又在保险柜内部安装一个针孔摄像头,以便确定是否是邻居所谓。 果然,这次监控起到了作用,邻居丝毫没有察觉,卧室内多了一个摄像头,在此趁谢女士夫妇不在家的时候伸出了罪恶之手,小周的妻子熟门熟路进入了谢女士的卧室,目标明确地走到保险柜面前,掏出钥匙取钱。 动作流畅,自如仪器合成,显然是个惯犯,监控显示,这名女子先是熟练打开了保险柜,拿走一叠现金,临走前还从谢女士的包里抓了一把零钱,看她熟练的动作,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她的卧室。 卧室内的监控如是记录了该名女子所有的行为,而门口的监控却什么都没拍下来。 警方认为,小周夫妇俩有重大作案嫌疑,证据确凿,警方对小周家进行搜查,夫妇俩开始还不承认,称家里的大量现金都是孩子过年收的压岁钱。 而当民警开始对比之前谢女士自己之前拍的证据视频,夫妻俩这才晃了身,根据对比,小周家里的六万元现金和谢女士视频中的现金罐号完全符合铁证如山,他们也只能扶手认罪, 根据小周妻子交代,之前去谢女士家串门的时候,无意间看到她家保险柜的钥匙没拔,人性的邪念战胜了邻里之间的温情。 他们趁谢女士不注意,顺出了那把钥匙,偷偷配了把一模一样的,才把原版送回去,谢女士为人大大咧咧,在家的时候很少注意隐私安全,她下楼扔垃圾,取快递的时候,都只是把家门带上,并不会上锁,老是防盗门, 总有关不严的时候。 小周夫妻俩趁着这个空,溜进去用钥匙打开保险箱取钱,怕被发现,他们开始只敢取一二百块,结果谢女士毫无防备,他们胆子越来越大,有一次直接取了三千多,后来谢女士安装了监控,为了不被拍到。 这对贼夫妻开始分头行动,一个负责拉电闸,监控断电,就不能拍到人,另一个负责溜进卧室拿钱,分工明确,配合默契,贪婪的心理,趋势他们享受不劳而获的生活。 两人利用这种天衣无缝的配合手法多次作案,共寄到曲线女士加仅三十万元的现金。 面对冰冷的铁浴,夫妻俩也是后悔不及,但凡事所做必有后果,他们也将为内心的贪婪,葬送掉自己的前程。 真正会吞钱的并不是保险柜,而是人心中的贪婪,所谓君子爱才取之有道,赚钱从来没有什么捷径,唯一的方法就是脚踏实地,靠自己的双手奋斗而来。